47岁的林志炫今年在《我是歌手》中展现了精湛的唱功,让沉寂已久的歌唱事业在线生机。 最近,事业重心渐渐移往内地市场的她又将启动One Take 林志炫 1314世界巡回演唱会。 8月15日,林志炫也是在上海召开了个人世界巡演的记者发布会,宣布首场演出地点为上海大舞台,时间正式确定为9月28日。 据悉,此次的世界巡演相当的与众不同,林志炫秉持着对音乐的细腻执着,演唱会将准备百万顶级音响设备,集结全亚洲首区一指的顶尖乐手群,重金礼聘演唱会导演、灯光师和音响师。 此外,林志炫还透露将会在演唱会上重新演绎《我是歌手》中的经典曲目,而此次的嘉宾或可能来自于同一舞台。 会的,但是呢,基于呢,我其实请嘉宾的一个概念是让节目更加的出彩,也就是让台下坐的人有那感受就是,哇,这个感觉,然后没想到是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安排的环节,我重点在这上面,所以呢,就目前为止呢,嘉宾的那个人选呢,当然一定是保密的啦。 会不会是《我是歌手》舞台上的哪一位呢? 呃,你们正在缩小打击范围,所以我就不回答这个问题,好。 虽然林志炫并没有在《我是歌手》节目中取得冠军,不过她极强的现场演唱功力更为歌迷们津津乐道。 人气爆红的她不仅接商演接到手软,甚至还爆出她的出场费三级跳。 对此,林志炫在否认之余表示欢迎大家慷慨注资此次的演出计划。 我对翻倍没兴趣,我只对知音爆增有兴趣。 那当然呢,呃,如果任何能够帮助我去做更多投资,做更好的音乐, 比如说像这一次,呃,我整个乐团呃,呃,的人数高达了基本配置二十五人, 到了上海增加到了三十五人,所以呃,只要是一切对于这部分的投入有帮助的事情, 我大概都会接受吧。 谢谢 希望观看